男孩从小就练习盖章 他的梦想是做一名国家公务员 当别的小朋友还在憧憬长大后成为科学家或医生时 他就已经确定了人生目标 他的父亲就是公务人员 他每次去找爸爸时都能看到人们在喝咖啡聊天 凯特被这种安逸的工作环境深深吸引了 为了能实现愿望 他在家没日没夜地练习盖章 还模仿家长有模有样地接打电话 最终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 长大后的凯特如愿以偿当上了公务员 所有人都把他当国王一样对待 他说要出门 丈母娘和女朋友立刻帮他收拾衣服 他打个响指 老丈人就赶紧为他倒酒 然而他都已经38岁了 却依然不会独自生活 他每天睡到11点才起床 而母亲也早早为他准备好了早餐 工作地点就在他家对面 他只需要登一下自行车就能到达 平时不仅有人帮他打卡 每天的工作就是盖章和收取贿赂 但这一天意外来了 为了简化官僚机构 政府不得不裁员或进行人事调动 凯特和同事们被聚集在一起 主管当众宣布八条裁员豁免条件 然而当他念到第七条时 座位上只剩下凯特一个人了 只有他被裁员或者调动 可怜的凯特不得不告别他心爱的办公桌 坐上火车前往罗马等待任命 他心里明白女友只是爱他的工作 但女友来送别时的伤心表情 又让凯特觉得女友是爱他的 他一到罗马就赶紧给女友打去电话 却没想到此时女友已经投入了凯特同事的怀抱 而凯特的上司也劝他签署离职协议 因为只要签署协议就能获得一笔补偿金 如果不签就会被调任到最远最穷的镇上任职 如今全国公务员只剩凯特还没签署协议 但凯特坚持他对公务员职务的信仰 主管把补偿金增加到三万五千欧元 但凯特依然拒绝 于是他被调到大草原上放羊 但他在这里过得非常开心 接着主管又把他调到荒芜人烟的地方 但没想到凯特在这里非常受欢迎 主管得知此事后又将他调到边检站 但凯特不管在哪都干劲十足 他不但没有不适应 反而还为老同事们带回来了各种土特产 本来只要完成任务主管就能升职 但凯特却挡住了他的升迁之路 于是主管从三万五千欧提高到了五万欧 但凯特依然不为所动 主管被气坏了 他决定把凯特派遣到一个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 他被政府派遣到北极 但他却依然不肯接受离职 正当他对着意大利国企祷告时 一辆雪地摩托出现 把凯特带到了客考站 科研人员告诉凯特 他在这里的工作是保卫科考站 不受到北极熊的侵害 但凯特看了看前任同事的样子 他一瞬间慌了神 可就在他想尽办法 想要离开这里时 一个美丽的女孩吸引了他的目光 离开的想法被他抛到了脑后 之后他陪着露西一起观察北极熊 因为有露西的存在 凯特觉得北极的生活无比美好 甚至他在为北极熊取样时 也非常开心 两人的感情进展迅速 周末凯特还去到露西家做客 但他没想到的是 露西有三个孩子 那是他和三个前男友生下的 此外他还有一个前女友 更让凯特吃惊的是 其中一位前男友还住在露西家里 但凯特并没有被吓退 他不但爱上了露西 还爱上了挪威这个国家 他收敛了自己的坏脾气 还渐渐适应了这里的慢节奏生活 这个曾经被母亲照顾的中年男人 开始主动承担家务 并尝试着照顾家人 但此时的主管却备受煎熬 因为凯特在北极的工资和补贴 已经远超原本的工资 媒体也因此职责部长 浪费公共资源 主管无奈之下 只能找到凯特 他威胁凯特 如果不肯签字 就把他调回意大利 迫使他和女友两地分居 但他不知道的是 凯特还有一个办法 他一次性请了三个月假 不仅工资照常发还不用工作 但凯特忽略了挪威的天气 这里一年有六个月都是黑夜 他逐渐被影响了心情 当听到电视里的意大利歌曲时 凯特突然想家了 在餐馆吃到不正宗的意大利面时 他甚至直接拆了餐馆的招牌 露西不想看着凯特 继续难过下去 他辞掉了工作 陪着凯特一起回意大利 主管听到此事时被气炸了 当即决定把凯特调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工作 可这非但没有吓跑凯特 反而让他在媒体上出名了 露西一直热心于工艺与环保 他在当地建立起了动物之家 一切都在慢慢走向正轨 然而意外发生了 动物之家失去了资助 露西的孩子们也因肤色被排斥 他的事业和家庭都举步为奸 最终露西决定离开 凯特也不得不再一次选择工作和爱情 但最终他选择了一个人留下来 失去露西的他开始变得抑郁 但他没想到部长把他调回了最初的岗位 他开心地亲吻地板 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更大的喜讯也来了 露西怀孕了 凯特赶到非洲 看到这里的医疗环境后 凯特做出了他一生都在抗拒的决定 他决定主动离职拿到补偿 然后留在此地开始新生活 不久后主管收到了一条视频 凯特以他的名义将补偿金全部捐赠 给了当地医院 他被感动得大哭 而凯特与露西也在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